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TLC它的应用的话 它有分离的道理 因为它也是有分离的方向 它也有用到动向尽效 这一点跟TLC是一样的方向 不同就是说 一般的LLC都是记上的方向在他们里面 这个TLC是放在平板上面 最早就会用GORING的方向 那后来现在 它是用塑胶片和小路面 是用搭片和紧件 当做这个平板 在这个上面呢 比如说高点 头缝一层 你的镜像 应该说镜像的一种 发力表面是镜像 手里非常很薄的 所以 一般的MICLM的话 是一面一面一面 是相当相当薄的 一层这个 那发力表面 比如说像MICLM 那这样大小的话 也不会有尺寸 所以它是一个GORING 它是一样的 表面呢 在有镜像 或是它直接是C 那它表面 也可以直接用它 那就是 所谓的GORING NORMALFACE 那也可以先开始把 它们的REVERSE FACE 就是 有PLATE 大小的话也不会尺寸 再也会 所以它是一个 团圆圆的 那通常里的文明星是在 有机实验室或是 图机实验室 可以用它这样一个方法 在幅行行公寸 都会用 通常这 用的职业工 反作和持有 那在有机合成实验室 在图机的文明星 通常会用传统 你想看一下 我看過了幾個程度 快看一下 會用這樣一個技術 比較便宜 也比較方便 比較快 戳過了就去看一下 如果說 要用LC 經過了來去做分離收集的話 你的條件 什麼樣的Mobile Face 比例比較恰當 大概也是用這樣一個方法 先去試一下 然後不曉得了 我們在演技術化學實驗 安排這樣一個方法 用個幾次 一次 我們之前 有的演技術 演技術多做 那 多分離實驗也不做 那學化學的 也沒有就跳是有點奇怪 所以我們 我們全景也管路有機的 柯柯老師 有一點安排一個 讓他有機會做 很像因為技術在演技術的 技術 是有機會不先 所以當然我們覺得 你們都做過 你們常常做的 比例 那現在就是很 很變得 沒有每個卡片 然後不曉得 你用的那個片式 用過嗎 還是很長片 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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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不用會說 你用這個 我用採訊 你用的 好 現在我們去 點那個 sample 大家就知道了 然後 然後 現在這個 啊 一片 一片也好 多一片也好 上面有扣你的 鏡像 就是這樣 你過來自己 待會兒 慢慢去 上面點了 這個 然後放在一個 比如說 放這個 還是放小鼻子 燒杯 都可以 這個小的容器可以 然後放那個蓋子蓋起來 就讓這裡面 燒盆 蒸氣 之後 調到板 然後 這樣 它這個效果比較好 所以然後呢 就進來這個 燒盆 裡面 然後 靠這個 毛細的現象 呢 燒盆 慢慢的 燒盆 就像那個 Mobile Base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胖 就是看一下 它做分離的話 這個動向 Mobile Base 它要移動 經過這個 鏡像 那這個動力呢 來進入 這個 毛細的現象 然後 然後 我們進行了 一個 雙的動向 經過這樣一個 平面的 一個鏡像 把你像 往上一帶 那這個動向 所以這次 找到是一種重點 就是Sample 然後 然後 Sample 他們講過 Sample呢 是被你的動向 因為你的毛細的現象 往下移動 然後帶著你的 Sample 去 移動 Sample 你的程度也是讓 它認清 之後會強的話 就自動的動向 移動 动力比较慢,它是动力比较小,它在动向里面稳定会比较大,它是动力比较快,就可以拿到有分力的一个效果。 基本的道理是,我们讲的管理就是讲的是什么样的动向。 我们讲的说,有没有胖,它会有自然的动力成效,然后是一种动力比较小,然后带你的H5,它用气象通常之间,把它打到有分力效果。 那分明完之后呢,我们讲的你们就有一些调调分明,分明完之后,你们去看所有整齐的成分,然后去看。 我们去用眼睛,我们去用眼睛,我们去用眼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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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一样,你要看出来的话,你去看。 这里,只要讲。 大家要先用两个小时,来大声一点。 我帮我帮你一边。 我帮你一边。 我帮你一边。 我怎么看啊? 跑完的拿这样看。 我帮你一边。 我帮你一边。 我帮你一边看到什么? 看到亮点还是看到一个暗点。 看到一个暗点。 是这样吧? 是这样。 好啊,然后去看一看。 知道亮点还是放一边。 揉一下,一边灯上一下,照一下。 看到什么。 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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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子。 对,你靠近了。 是这样子。 揉下一个团なん な 可以做完学问筋啦。 是这样子是很natural。 终于试的经验 这边告诉你有两种方法 通过学可能蛮多信用这个方法 假如说你两家是表达十倍的话 那这个 你的尽效本身上面 是有一万的固执 有一万固执 那当你的飞食物 做了一看之后 它占的位置 就没有荧光 荧光长不见过 你看到的是 假如这样写这个 那当然也可以是 那另外一种做法 我当学生 我们要学习 本身我做 笨的 笨的笨的笨 笨的笨 那那个地方 有三个的地方是一个 OK的 也是暗远 所以它基本上 你科完之后 你只要它看一下 看到 如果物质本身就有颜色就很难了 越运输越好 是有本性的颜色 它可以看得出来 直接看得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做一些事情 让它就形成出来 然后再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我们 做法 上来这样做 这是装备 我们客人上的地方 就是这样 然后切到哪里 做法呢 我们一般都玩 不要像这个 直接用它的冰盒 然后小冰盒 然后盖子盖起来 那这一张图 它需要用图的表述方式 来看怎么过程 第一个 我们要先点一下 一个困盒 这个一张呢 是 Q Component Elect 两个成分 也有分合力 利用这个DLC 再来一个 方法 去做分离 第一个先点 DLC可以点减好 然后放到一个图里面 这个商品里面 是给它适当的理操 把它放进去 接下来 就是经过一段的时间 要靠这个 中文会是 商人 毛细先生 上一段 商人往上一段 你的同事呢 带动你的 面积 可以 明显很明显 从当你商人 卡到这上面 卡到这条线的时候 这两个部分 就让我看得很明显 那假如说 我今天的一个镜像呢 是你的表面 颗粒上面的镜像是38 的话 它就相当是 一个reperse 配置的一个分别 所以你的 overface 当然是 是 Imagine 和你的 即视能 和你的 overface 假如这样子 如果要问你 这两个方法 随着这个 即视能 如果大家有什么 相对来 这个机器呢 要大一点 可以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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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能夠了解 另外呢 在這個DLC裡面 就有一個這個公式 裡面該用這個公式 有一個Condation 它的定義呢 很簡單 就想說這個是DLC面 這是你的起點 它這個兩個SAMBLE1 然後放在這個SAMBLE1之後 這個SAMBLE1跑到這邊了 SAMBLE1跑到這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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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說你看這個SAMBLE1 兩個成分 看不出來 那你要去定義呢 A的成分 跟B的成分 那我們 在LLC的話是 你的AN傳 這個N9多少 ANJ多少 N ganska多少 XDD 它現在在這個地方 它就有距離 而且它就用距離的RATIO 就是你稍等跑到那麼長 這麼長的距離 某某些什麼那麼長 那你的RATIO 有看法的距離都會有 相對於某某某的距離 所以這兩個距離 那是相當地的RATIO 用它呢 去做完距離之後 那 假如你還有一個 目前這個是 一般我們做完就直接對你看 整個成分 隨便先吃在後面 至少你便做了這個成分 那如果說你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Mile Scan TLC過去都是整個 整個 那它就沒有辦法 像一般的LC 即使 有個PING 把它變成一個PING 來形狀的信號 進入了PING 那所以在做PING 這樣子 GO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個 像什麼 真的好 緩度分離一樣 有一個PING形狀 分數 所以現在 目前是有三個型號的東西 什麼叫Scan 就把這個灰 放在那邊 然後讓這個Scan 移動一下 可以掃過去 從這邊掃過去 從這邊掃過去 從起點 到中點 從這邊掃過去 然後呢 它這一點 它的顏色非常不一樣的話 它們就會有信號 所以 得到的結果 跟一般的LC 即使的 有定額分離的情況 有信號 很明治的 所以 經過這樣一個處理之後 你可以把它 當作一個LC的 即使的效果 成績度 去處理 它們路標還是距離的 重路標是 你期望轉移 所以可以做定量 一般的話 我們各位看 沒有辦法定量 當然可以說 黑一點 有亮一點 淡一點 所以它們路高一點 少一點 但是到高多少 低低多少 能力是多少 你沒有辦法定量 在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你一樣的 就可以做 Scan work KURP 你自己配合 用的濃度 Stand solution 往往找一個好的練 得到 這個濃度 它的強度 最好強度 一般都會這樣 體現 然後我們把 內插出來 可以做定量 假如說 黑合這樣一個 一個方式的話 可以做定量 那這方面 比較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 你這樣一個 利益 那這個呢 是應該做比較 你們做實驗應該也是 你這樣做 除了三個之外 除了三個之外 那 世界每個都是 你知道的是這個 比如這個 這個 這個 標識片 那 七年的這個 上下這兩個 就是 相同的 None sample 分開 分開 分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四年 你看到那個 內卻沒有四個成分對不對 那這四個是什麼成分 那這四個是什麼成分 你怎麼知道呢 你們做一個合成的話 可以一起做 成分的意思 那你可以去找 你的standard 這些都是standard 然後 公安條件 standard 給的這邊 四個standard 兩組相同的 你知道嗎 一起跑 好 這個結果 你可以看 比對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塊 應該就是他 第二塊 第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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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最慢的是這個 就可以跟standard 去比呢 可以知道它是 如果是相同的 位置的話 revidation factor 相同的話 它有可能會相同 你能去相同 你能去相同 你能看相同 跟這個standard 相同 就看可能是那個standard 就是相同的一個 一個 一個方式 去做 進入的確認 做完這個實驗 你很快的可以 算一下 甚至便去算一下 然後你還可以 分開 去多少 然後 那上面這個是 一些 分裂 小件 我這邊都不太巧 你自己要去看一下 注意判斷的時候 當然知道 是讓你們在幹什麼 講什麼事情 那這個條件 你自己看一下 很快嘛 你看一下 好 不要覺得一下 你現在看看什麼東西 那想說 變成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我們看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的話 就是 第二次 它在說分裂的時候 它可以提出 我們叫做 空感能型的一個 TLC 那為什麼它需要 空感能型 它就是空感能型的做法 那做法 這是一個 你要用 比較大的 那一樣的 一般的 那一般我們在TLC片 是比較 像那個 顯微鏡像的那個 比較高 再多 多變 再多變 再多變 長調性 你把那個長調性 然後做這個 然後做這個 科技的感能型的話 做感能型的一個TLC的話 通常是一個 方塊 比較 比較大的 整塊比較大的 那一樣的 那一樣的 Sandle and Start 我們在一個角落 點上的一樣 然後先用 第一個燒 就是我們這個 鏡像的鏡像 你可以墊上面 你放個碳18 碳6碳18 可能整個 它的表面是碳18 所以它的鏡像是上面 那它的動向 燒的可以 代表說你的 Mobile Base 組成哪 A是一種 那B是另外一種 所以它先用A打 先 分一遍 那 相對於用它成分五 十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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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十個成分的話 如果是光線燒到A 那 分一遍 好一遍 各位看一下 好 如果是光線燒到A 一樣的 你不要看就對了 讓你們想像一下 如果現在問你們 問你們 我今天點在這邊對不對 我今天只用燒的A打 好一點 這十個方法 配完你們的方法 你們多看一看 這邊 我們就不一樣 你不一樣 懂的人 你不一樣的 那些 都不一樣 我現在 我進來 我這樣看 進去 我這樣看 哪邊都會渡 你 你不很高興 ? 沒有看過這邊 我也會到面 Get 终于笑了 拜拜 东方看没错了 垃圾的东方都在 先看写东方 好 七分吧 这两个 没错了 这两个 如果没有再用 第二个烧门 东方组织的烧门 第一个烧门 这两个竟然还存在一起 那 还有什么 齐巴掌 也是一分的 至少这两个 一定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在经过 把我们的烧门 在环境 Statial base 是一样的 那烧门 A边烧门的力量 当然 它的提醒是不一样的 要打一下不同的烧门 组成 先跑A 然后呢 跑完之后 让它稍微 干一下 然后再 在 在旁边 原来是这个房间 往前往 往前往 然后让它干一下 然后 横过来 再稍微 可以 放在 它变成 突然 它可以展开 一个大的空间 所以它可以 可以分裂到 然后再 加一个 这个所谓的 突然能型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 这个 这个地方 可以看出来 它的好处 那么 这个也是目前 啊 在老师里面 可以 一个很突然的样子 也发现 一个 一个管制 那么 沙门 即使你用 所谓的 Grading 一份 因为如果你 如果你存在太多的话 它就会 然后性质差太多 分得开 只有部分分得开 很难完全分开 怎么办 它就有两根管制 第一个管制 就是说是 EVERSPA 第二管制 这个名字交换 第三管制 目前是 这个是很热 在分明的 一个 像 血液 很 很 很复杂的一个样子 这里面 头顶完全分开 那 一根管制 绝对分开 绝对分开 两根管制 根本不是分开 所以现在 有三根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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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同的定向 有分明 那 这张图呢 它是指甲 BLC 所以说 不复杂的样子 如果成分比较多的话 你要分得很好 第一个眼睛 大概是说 六眼 可以配合 六眼眼睛 可以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工具应该不够 所以这样子 基本上 你要了解什么意思 怎么做 然后呢 效果什么 目的什么 能够了解 你这些事情 都成绩的样子 那这样子 可以去 如果我选择适当的 双碼A和B 可以把十个成分的分开 这个分离效果不错 可以知道有十个成分 那 那 接下来 你知道十个成分 就像那个 呃 我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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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是 不来的 是 我们大部分都做 一个 一个 对不起 我们大部分都做 一个 一个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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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一个 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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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一个血液 让笔 不用 没有教 要分开的话 按那边点 几百点 你知道的时候 哇 前面的声彈 有几百以上 然后 然後每一點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所以說的話可以看到幾百點 那每一點是什麼樣的一個空間 想知道 他說 喂 我們要繼續把它挖下來 其實打五分都是 直接看你要看哪個空間 然後就直接用一個後分 好 後分就可以 那我這邊寫了 那如果說你想知道它是什麼的話 那進入就去鑑定它 它怎麼鑑定呢 就給它寫 進入了這個 我們一組進入的 你知道確認它是什麼的話 第一個把它挖下來 這一塊把它挖下來 把它把它挖下來 把它挖下來 然後呢 把它催出來 然後進入就從你建立 你建立的工具就是 我跟電話說 AMR IR 建立它是什麼樣的 就是它什麼樣的一個結構感 然後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樣的成果感 然後這個工作 是很辛苦的工作啊 所以護學呢 將來如果今天沒有做 做這個化學實驗 比如說很辛苦 我們都深入的實驗太辛苦了 我們發了一個 所以我來上課 我們發實驗的這個事情 我們做很多 所以他們 他們的實驗有決定 是給我們畫幾次的化學 一個人說 換了一些人的設計 做一做 反正會讓他們感應 你可以去做別人 他們能夠適合 要一直做 能不能 一直做 一直做 所以 你不要抱怨 你今天選擇這個化學 希望你們都喜歡它 希望你們都喜歡它 這個化學也大概 不要做 希望你喜歡 練習一下 好吧 這第二是 這小節部分 我們想你找這個 好 這個 這個是很實用的技術 實用的技術 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這張就結束了 因為 HPLC這張是大力章的 那接下來我們講25張 那這張的話 它的標題 是 Super Ri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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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說 我們是利用那個 超音樂流底 這樣一個 一個狀態的東西 它可以做 全新的一個 動向 所以它叫做 超音樂流底 全新 最好 療性 夜象成形 即使是 氣象成形 那這個 它不是氣象 也不是 夜象 它是超音樂流底 像 它是 我們先看一下 不非因為我們 有那個 CM 是超音樂的 rechange 每個人對這個 超音樂流底 應該都有 你小節 最好 繼續做CM 所以我們 因為我手持應該是 成果性 我們先讓它們 也應該手持 所以 尋到這個超音樂流底 就會有 第一 假如說 以修圖 有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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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修圖的話 它的這個 face diagram 可以進行 霧化 會用到 壓力 分裂 那我平常在一直講的 物質三派 有些感覺 我做到那個 物質三派 實際上交流 對 好 就現在應該還是 沒有講 物質四派 都有一個比較多的 應該還沒有成功 物質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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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態 跟氣派 那超音樂流底的話 是 以修圖為 合力 讓它的溫度 和溫度 和溫度 它超過它的 三幾度 壓力超過 七十三 八七八 那這個是它的 我們現在的 對 靈體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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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區域裡面 溫度在 這個溫度上 壓力在這個壓力上 這個區域裡面 那修圖庫呢 它就不是液態 也不是氣氾 它就是一個 超音樂流底 他就是一下 比較有狀態 那這個狀態它的特性就是跟 它因為也不是越像人體的氣象 它的性體就介於這兩個 就用它當作一個novo face 來進行程序分離的話 你比較的超音越人體程序 當這個技術當出來的時候 在80年代初期 是很空洞的 因為這個是超慢沒有的技術 結果可以把超音越多米這樣一個東西 當作動向來進行程序分離 所以大家對它的潛力 特別是潛力無窮 它可以取代機器 可以取代HLC 所以我的實驗室呢 也不要有機器也不要療療 只要有一台 這個簡稱SFC 超音越人體成績 它就可以 機器可以做的它也可以做 療療器可以做它也可以做 感覺很 取代他們兩個 當初有這樣的目標 有沒有潛力 結果到現在為止 的確的 機器它也可以分離 機器分離也可以分離 療療器可以分離它也可以分離 但是呢 都沒有什麼好處 有科樂 沒有機器好 所以變態說 這是有一個方法 但是它沒有說比機器還要比多好 因為機器可以做還是機器做 療療器可以做還是療療器做 所以在對方我們 我想我們就 特別要去介紹 這個 解釋的機器 那 萃菌 也是 在過去 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機器 所以很熱嘛 但是 因為現在這個 萃菌 呢 各位已經做了 一個實驗 戴耳飛翔 那對 針對一個 部體樣點的話 這個萃菌是 必須的 一定要做 那這一次 有什麼方法萃菌呢 它變成很多方法 按了出來 很多家裡面 都會用 那 微波爐出來 它應用在萃菌上面 那是 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那所以 在這個萃菌的 技術的發展上 微波萃菌現在是很熱的 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選擇效果 所以這個螢幕型 是能做的 非速化的商品 是能做的一個 還是能做的 很重要 那針對我們這張畫 呢 就能讓我們介紹 超音樂的問題 它可以做 詳細的畫像 也可以做 萃菌 所以 重點讓我們來 超音樂的 萃菌的一個工具 好 即將這個 修讀 目前目前配合 一般大的工具 是用它當作 這個 建設 對它來做 超音樂的問題 不管是 前世後的 協訊 修讀 它還是 超音樂的問題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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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一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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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這個 ju 這個 全 一個 一個 所以它有两者的好处 所以安迪两个呢 在某些方面 需要两者优点 这样一个特性的利用 那它就这样的好处 就这样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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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它的密度 Export 我们各位看一下 超级滴流体的密度 是0.2到0.2 气象 密度很小 密度很小 密度跟夜象 密度跟夜象 是非常的接近 密度跟夜象接近 那它的密度跟夜象接近 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在哪个方面有好处 液体跟气 它们融量 一个sample呢 去融在气底 跟融在液底 那刚刚你知道的 在夜里里的溶液 很好 我记得你很记得这样的 那大概 很难去融东西了 所以 这一点 可以融你的量 融你的sample 融在这里面 有很好的溶液力 密度越高的话 越向越低 那它的融体 同样品的组织变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那再下来的话 我们看 Ecclusion 或Ecclusion 这个我们在前面 我们讲的颜色 擴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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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气体里面的擴散系数 是10的玻璃脂 液体的话 10的玻璃脂 它差了 你平常讲 至少3个OIL 1000倍以上 擴散的地位 快慢 擴散没快慢 擴散系数 在气象跟夜象里面 它们的擴散系数 擴散了至少3个OIL 今天起来 但是好像4个OIL 你平常讲至少1000个 3个OIL 好 擴散 那超越电流体呢 它的擴散系数 擴散 那是不激 那虽然没有像气体一样 那么高 但是也是比颜色的 液体要高至少10倍以上 所以我们说它们比较 比较好 比较好 颜色比较好 那 export 呢 我們用粘稠的程度來看 氣象很小 越像越大 插邊電流體跟氣象已經不一樣 這兩個個性都比較接近氣象 尤其粘稠的話 這兩個個性像氣象的話 讓超低電流體快 這個diffusion 也就是你的物質在超低電流體派裡面 它的diffusion會比較快 就是你的超低電流體 它本身diffusion比較快 diffusion比較快 也就是match transfer比較快 像我們研究實驗是泥巴 泥巴裡面很多洪洞 從表面有吸入你的農藥之外 農藥被生到你的泥巴洪洞裡面 那你把它吹出來 不用這個液體的話是可以吹出來 有時候它要射到洪洞裡面就比較慢 氣象的話就是diffusion很快 所以很快就射到洪洞 但氣體呢很快是沒錯 但是它溶解就不夠了 它只能溶解出來 就能完全溶解出來 那用這個超低電流體的話 它射得也很快 可以射到洪洞裡面去 然後呢可以把它溶下來 給它密度接近液體的話 就它溶解力很好 可以讓它溶下 就是這兩個 這個特性呢 都是這兩個加在一起 比如說 就這個萃取的目的來講 希望它升得非常快 讓它所謂的動力 換這個一句 然後呢溶解的力要夠 這兩個加在一起呢 所以它在萃取的這個 這個應用上面 效率都比氣象的跟夜象的 都要好很多 其實為什麼 它看上了這樣 萃取的力量 接下來的話我們再看一下 那事實上一開始在 研究了在分析的應用啊 除了修復之外 它有很多的氣體 這個分子 對 對當隊的 這個目標呢 去做一步研究 那這邊是它的特性 最後呢還是 一般實驗室大概用了它 這邊的修復 原因的話 它的溫度跟壓力 都比較低 之外呢 它不是很貴 也滿重要的是沒有毒性 它不小心 露出來 沒有什麼毒性 對 畫的某些很困 像是阿摩店 阿摩店的話呢 露一點出來就暢 很臭的 其實是非常強的 因為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一般都不在意外 所以目前是西溶度 所以更重要的是 西溶度大部分 它會有 有的明顯 它不是你會 然後化學動性 也跟你聊到 我是你聊天 我沒有理會 另外呢 它融帶裡面的東西 可以很快的回收 就是說你 這直接採掉 它是 那個 東西裡面 大器裡面 就可以有套館的修復 都需要你回收它 那你要的東西 你回收就可以了 這就是 很好的一些特性 比如目前 這樣一個技術 另外的相關都不好 另外在這邊先提出來一點 那你們做實驗 你們的壓力呢 你們是不是 這個壓力多少 本來西溶度應該是 七十 七十三個大器量 就可以了 那你們的壓力 你怎麼高啊 你怎麼高啊 你怎麼高 原因就是說 假如說 你的條件設定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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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條件的話 壓力和溫度 那你的密度 是有一點四處 自由度的 如果把這個壓力 調高 調高 調到 七十三 調到 四百 那 它的效果 是相當於把 自由度 這個超音樂流體 它的密度呢 變大 從有一點四處 增加到 的 就是你的壓力越大 的話 它的密度又高 密度越高的話 它的溶解 溶解 溶解 溶解度 這個 方法 溶解在這裡面 溶解度 越好 它的測試效果 當然就越好 就越好 所以我們工廠 短的話 壓力度比較高 可以 然後 改變 在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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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